又是關於這個儀式怪 好了,今天又回來玩遊戲王 大家萬眾矚目的抽野環節來了 我們今天,草竹蛋藥,大家看看又上過 沒錯,3755顆石 大家不需要問我課金了多少,我是沒有課金的 所以我做到的事,大家都可以做到 因為我已經打到Mission 16,所以我解了很多任務 所以會得到很多魔法石 而且我還沒有抽過任何卡包 所以大家可以無課金已經升到Mission 10多 為什麼我要抽呢,因為我開始不夠打 敵人開始很厲害,我一定要抽一些效果的卡 甚至是陷阱卡、魔法卡 而可以一開場就解到 敵方一打出來的千質以上的怪物 其實我可以70抽 但因為一開始只有最初代的卡可以抽 吸引力就不大 目的和目標只能令我過關 我已經可以了 所以今集應該會抽20-30抽 我們看看水溫如何 如果OK的話就20抽 如果萬一真的抽不到好東西就可以30抽 來吧,第一次10連抽 扣肉 有些東西 有些料到 有個MOMO球 有幾張卡?一包又第一張 這張卡的效果就是 一槍我用一次,除了這張卡之外的場上水屬性怪 我們可以獻祭它,然後特殊召喚我們手牌上的水屬性怪物 即是如果我們手上有高星也可以特殊召喚 但是如果這張卡在場上被破壞或離開場上 我們特殊召喚出來的那張也會死 下一張 第一張手牌將對手所有場上的怪物 表示形式召喚 一張R 三隻東西 十包 逐包逐包開,一包有三張 N卡我們先不要看 R 這張卡的特殊能力就是 當對手回合的時候 跟我們戰鬥的怪物的原本攻擊力會變成二把 這張卡是一個跟別人交換的一張卡 即是我們放在場上去頂別人的時候用的 下一個 三隻東西有 欸 欸 遊戲的眼睛 蛇蛇 N卡我們先不要看 這個是 祭式 不是 那個什麼 儀式 換軍 是換軍 陷阱卡 是一個我們打出來的時候 加我們一個怪物的500攻擊力 即是萬一我們是1200攻擊力 對方是千射攻擊力 但是他打我們以為夠打 我們一打這個 陷阱卡出來 加500攻擊力 反殺 下一包 又有眼睛 眼睛上旅行 革命 喂 SR卡 獸魂的假面 這個又是勁卡 大家相信玩到差不多一定會見過這張卡 這張卡是當我們裝備 在敵人的怪物上 他是不能動 不能打人 然後每一回合扣對方的生命值500 哇 這張厲害 欸 又有波波 但我要看到遊戲的眼睛才能抽到好東西 有這個 毛毛球出來都 一般 起碼有一張R 是不是 又是這個 三隻毛毛球 哇 巨大毛毛球 很多毛毛球 但是沒有遊戲的眼睛 和聲鼓來了 來了 是什麼呢 士氣羔羊 這個又是剛才那張 主要換水 是的 破邪大劍 丟一張手牌到墓地 然後裝備的怪物 有500攻擊力提升 當我們裝備了這個武器 而打爆對方的一個怪物的時候 它那個怪物的效果是會無效化的 雖然是SR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如果它是反轉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無效化 好了 不知道第幾包 N卡 體力增強劑 糟的體力增強劑 R卡 水靈屍 當你反轉的時候 可以 控制到敵方的一個水屬性怪物 直至到你這個怪死為止 這張OK 但是 是不是對方一定有水屬性呢 這個就無從得知了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控制不到 下包 這包應該什麼都沒有了 硬硬 暗之破劍 破神劍 暗屬性的怪物才可以裝備 裝備了400攻擊力提升 防禦力減200 我覺得是OK的 這個是好用的 裝備卡前期都是非常好用的 這張卡跟剛才水屬性的一模一樣 只不過它可以控制的怪物是光屬性 控制類卡組 下一張 暗屬性 我喜歡 R卡 這張是高攻的 1600攻的暗屬性的普通怪 配合我們暗遊戲是OK的 這張是好用的 雖然零防禦力 憲制另外一隻火屬性 然後召喚手上火屬性的火板 之前那隻水板 這個裝備卡 士氣羔羊 老化的詛咒 由手牌我扔一張卡 然後回合結束為止之前 都可以把對手場上所有怪物的攻防減500 這張都不錯 減500 但要扔手牌 好 我們十包開了三張SR 對 三張SR 然後 怎麼都會有一張R 這個 援軍 援軍 還有 詛咒面具 我覺得 周魂面具 是最好的 暫時這兩張卡非常好用 不錯不錯 我們第二次的十連周 溝入 這次沒有SR 有些垃圾 沒有了 不是啊 這次這麼快就沒有了 這次很慘 一張SR都沒有 UR都沒有 我們也沒抽到 那我們30抽 抽多10包 好嗎 因為這個抽卡系統 是有點特別的 右上角 大家會看到 Boss Reset的按鈕 就是 如果當我們抽完UR卡 那已經是 這個卡包裡面 沒有了 因為 這個卡包總共有600張卡 600張卡裡面 如果我萬一 很好運 頭十包已經抽完UR 10張卡的話 這個600卡裡面 已經抽走了 10張UR卡 換言之來說 我們是 再不會再抽到UR卡 所以 我們要按 Boss Reset 重新補充 讓我們有機會 再抽UR卡 所以大家看看 自己抽卡 有沒有抽到好東西 如果抽到好東西 可以做reset 沒抽到好東西 千萬不要這樣reset 因為代表你之後 抽到好東西的機會 大大提升 最後十包 來了 作用 兩張卡 抽到保護 elf 是儀式怪物的一張卡,但對我沒什麼儀式的卡 因為儀式怪的卡是一個特殊卡才可以召喚出來 陷阱卡,場上表面表示戰士族或魔法族 變成反轉手臂形式 即是可以令到我們的反轉效果怪物卡 再用一次的意思 藍色框框,又沒好東西 輪迴轉身 又是關於儀式怪的 嘩! Url! 夾夾?這個夾夾厲害,如果我們選一個特殊任務 好,我們會用特殊卡做的時候大家應該會見過或用過 當對手有兩張表面顯示的怪以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動這張卡 將對手的一隻怪夾過來 令到他打我們夾過來的怪 即是等於他自己打自己的另一隻怪 所以這張是厲害的 發光 想不到沒有遊戲的眼睛出來也有好東西 封屬性版 最後一張R的天使 當反轉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卡組裡再抽一張卡 抽卡的怪物 都OK 不用不用不用 誒! 花鳥 花鳥什麼鬼 自私 клWORLD 你只需一次 每一次 一開始的主角Tube軸體的時候可以發動 那這張卡的結束先 則uckleberry 未來的結束回合之前 會兩倍自己的攻擊力 但如果用效果之後 總乎結束回來那章卡當然就破壞了 是個一波爆發搭開別人的卡 我認為 roofs漂亮的這張卡 OK的但其實對方 궁約很良 起碼可以變成2000攻擊力,假扬是一張厲害的卡 來了,遊戲 又中了,真棒 面具,我喜歡面具 真棒,可以贏了,有面具真的是屈肌 因為其實這隻遊戲王 手機版牆上只可以放三隻怪 如果我兩個面具已經控制著兩隻怪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反擊 有了遊戲 不是,是遊戲 眼睛 來了 來了 天啊 各位 這張卡也是 網上被譽為神卡的其中一張 每一槍可以用一次 扔任意的手牌 下墓地,然後可以發動 那你扔多少張卡 就會得到多少個卡 那每一個卡 就可以扣對方的怪攻擊力 300的攻擊力 萬一我扔三張 我有三個卡 那如果場上持續持有這張卡 我可以令到對方所有的怪物 失去1200的攻擊力 厲害 厲害 我已經可以不用再抽了 我的魔法靠陷阱架超厲害 現在是 好了 這個就是剛才可以召喚那隻瓊魚的一個儀式卡 那些 糟糕 已經無關痛養了 我已經滿足了 心滿二足 這張又不用管 魔力無力化面具 這是什麼 當場上存在一張魔法卡 你可以選擇它來發動 每一回合自己開始的回合 就可以扣持有人的500生命值 面具系列 都是厲害的 應該差不多最後 心眼 如果透過戰鬥傷害到敵人的時候 傷害值會變成1000 就是我們1600 打1500 正常是扣100 但如果裝了這個就可以扣人1000 又是這個 優比達拉抽卡的怪 抽卡的怪 這次 也算划算划算 我們頭十包和第三十包是非常划算的 算划算 這次好的卡有哪張呢 這個 每一個回合可以用一次 變成2000攻 但用完又會爆炸 第二個 減免 這張也是 減免來攻的 這個都OK 還有這個 UR Magic Arm Shield 就是這個 魔術手盾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對 主要就是填補了我們的陷阱和魔法卡 我們用本身的鞏固 自己牆上有怪 不會死 然後魔法卡控制對方 我相信我已經可以打到M20 我們今集 三十抽完滿結束 抽到我們想要的卡 以及都很厲害 我們抽回來的 魔法卡和陷阱卡 所以如果大家不夠膽 都可以去抽 我覺得是不難抽的 以我這個進度來說 因為其實無課 都可以存到很多石 所以大家都有機會抽到 厲害的卡 大家可以用一下 那大家其實有什麼不明白 對於卡片的效果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inbox我 在下熱問粉絲團 來問我 我會樂意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覺得這條影片OK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或者share給朋友看 還沒加入我 沒有下記者可以按我的頭像 訂閱我的頻道 旁邊有兩條影片 推薦給大家看 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們下集再見 Support